生活懒人包来关心 Delta变种病毒再入侵 全国二级警戒延长 眼看中秋节廉假即将到来 就怕人潮跨线市移动会让疫情再扩散 中部地区包含了台中 南投彰化还有云林都宣布 中秋廉假期间 户外公共场域禁止烤肉 只开放同住家人在家里烤肉 其中台中市不但规范最严苛 如果规劝不听的话 最高可以开罚15000元 也因此传出了民怨 对此卫生局强调 市府坚守防疫 明言勿松 要确保所有市民健康 近几年来中秋假期 不论放几天 相遇亲朋好友团聚烤肉 几乎变成了全民运动 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想和朋友狂欢的民众 可能得忍一忍 三十几年份的东西啊 就也不晓得 就突然就说不能烤肉了 无法找朋友一起烤 有人干脆约在烤肉店聚餐 也让台中市不少烧肉餐厅 中秋党籍一味难求 目前中部地区苗栗县 中秋活动没有特别限制 一切依循中央二级警戒 彰化南投云林 禁止户外公共区域烤肉 而且限定同住家人 才可以一起烤 而在台中市最严格 包含社区中庭 顶楼 棋楼 通通不能烤 如果规劝不听 最重可罰一万五千元 应该是台北比较严重 台中为什么禁止不能烤肉 我们还是一样要配合政府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部分 身为地方也是非常的无奈 我们就说不然今年没有 我们就等待明年再看看吧 但不少摊伤却相当苦恼 为了因应中秋烤肉 老走就和上游订货 如今台中市订定严苛规范 虽然台中市不是疫情热区 但就怕南来北往移动 让病毒卷土重来 市府重申 国内疫情变化多端 Delta变种病毒再入侵 全国二级警戒延长 实在没有松懈本钱 这里是王一璋台中报道 主要是王一璋台中市计划